欢迎回来 目前是济南RW侠3比0 下半场他们每一局都是赛点局 手握四格赛点 对 优势无限大 尤其是你看玄海教练和LiveCD的表情这个对比 LiveCD已经非常严肃了 其实在第二局转第三局BP的时候LiveCD的表情就还是很严肃的了 就是今天的比赛 刚刚其实在评论席两位教练都已经说了今天TTG游戏上第三局比赛这个阵容他们是能打的 他们以前打挺好的 对呀 但是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打成了这样 是的 就也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包括刚刚我们也看轻轻的战绩 包括潇洒也说了嘛 我什么时候见轻轻0刚4抗0了 对呀 就这些都是我们很陌生的情况 突然间一下子不会了 这RW霞确实是找回了一阶段的那个状态 对 这个我们首先是要就继续保持嘛 保持 对的 但是TTG这里如果状态再找不回来 游戏就结束了 对 要回A组重新打了 从败者组开始打 对 你几乎才从败者组开始 而且你是败者组第一轮开始 败者组第一轮你想一路杀进四强 你要穿多少个队才能做到了 你哪怕进S组 你哪怕是S组第三阶段 第五 第六 你是败者组再你也是败者组第二轮才开始打 所以现在他们就只能背水一战 是的 而且如果你BO7是这个发挥 你几乎才是一轮游 所以今天的比赛对于TTG来讲 一是卡位能不能卡位成功 二就是你在BO7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而RW霞今天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了 对 目前是3比0 看一下这一局比赛的一个BP 蓝色方RW霞继续是怎么搬 没有变化 还有个夏侯 万金游英雄 他想做蓝色方的反Counter 是的 而TTG也没有搬大桥 但是他们自己大桥用过了 所以RW霞的大桥也可以不拿 对 他看情况吧 看TTG出什么阵容 是的 如果你不拿 他后续他四五罗也有机会辨证 他辅助可以不出嘛 是的 小鸣吗 试影加什么呢 射手如果先出的话 这就是名牌啊 夏侯双三组 对 他先出一个名牌 看一看 拿卡 看 刚刚我还在跟杜杰聊 关卡嘛 对 聊今天这个比赛 如果我们要是在后面继续看的话 我认为可以给琴琴在这种绝境拿出他的关羽 RW霞会不会把这个关羽拆了呀 那我能做个摇摆 应该不会 啊 这是致敬一下杜杰吗 他是知道今天杜杰要来解说 是吧 他应该是个问题 你都觉得不可信 是吧 对 我觉得 他是致敬了一下杜杰 因为今天来了之后 RW霞突然间恢复了 因为今天的比赛 小叶跟花云跟杜杰还有约嘛 就今天比赛赛后嘛 是吧 所以小叶这个选位 点一手 理性 他知道 他的意思是杜杰你的加油 我们收到了 是的 关羽来了 关羽 他是一直 反正也想好了你拿关羽 我就拿药去打 关羽 就已经猜到你会出什么了 这个阵容也是用药来提前准备了 因为他前置位没有斑嘛 是的 所以我刚才在想他这 我们前面在聊的时候 我还想 我还会他这一轮会出那个孟琪的 嗯 对 但是没有出 选了个药 主要是这局比赛 你选个孟琪的话好像 有点笨重 对 就太笨重了 他前后能力不强 因为右边已经出名声了 肯定是一个设核嘛 而且你如果出孟琪的话 你带现不给 如果遇到关羽你走不掉啊 对 加罗还是得考虑要搬一下吧 看TTG啊 先搬了王耀军 嗯 然后异星被处理掉了 张凯Buff让三追四 这也是张凯在2020年的世界冠军杯 在当时的微博TS 总决赛上 对 总决赛上上演的 今次一次 嗯 精缠 凯悦 对 左边目前没有太多的控制 嗯 他搬了一个进城之后 那阿拉布侠就要想中单这个位置 到底是来一个控制手 留人的 还是说补一个消耗性法师 打拉扯 打运营 加罗没有搬 对 左边选加罗吗 没有 我是 你说TTG 对对对对 而TTG这套阵容 如果配一个小名加罗 而目前来看 吉他阿拉布侠这个阵容的 前三手的开战能力很一般 嗯 是的 是吧 就冲一波 对 以陛下的名义 一个人结 一被补了 车场相对线有小名 其实本身车场相对线打敌人结就还不错 不怕 对的 武则很怕 武则天 他补了一个控制手 就前面我们在聊嘛 但是一星现在跟西施 一星西施啊 金铲都没了 对阿拉布侠来讲 他想要补个空 就武则天可能你进来我直接拆个火 对 二技能还有一定的空 对 二一啊 对 还有大招啊 都是铺场的 而且武则天他可以就是当中排 中段位或者在后面打双C护宝 是的 是的 我可以拆你 中单莫子 中路莫子啊 实际一撒之后 如果要选的话就是第二个这个就是中单莫子了 清荣之后 今天给久尾选择的英雄都是银正周瑜王昭君和莫子 锁了锁了锁了是莫子 嗯 并没有给久尾选择一些进攻性更强的英雄啊 他是也 就这手中单的选择也让TTC的阵容多了一些机会吧 对 对 要不然的话你全靠关羽或凯去开先手也没有那么好开 因为左边是个银 左边是个孙斌阵容 很好躲了凯和关羽的低波冲锋 莫子其实 但是用来打孙斌好打 呃就是稍微找找机会 对 就是你在拉扯的时候我可以拆一拆你的节奏 是的 其实这一盘的话还是比较看三叶的碰撞 嗯 海关 打药和下猴吞 怎么说 吴杰 呃 你要单纯这个来说的话 其实关凯会更强一点点 哦 因为关凯的话 自己那波肯定强 对 自己那波肯定更强 但是中期的时候 得看药吧 药经济起来之后 你两个人拿一个可能都有说没办法 哎哎哎是的 对 然后还是要 要的话 滴滴 滴滴桩你得起来 嗯 才有得玩 就各有各的优势吧 对 海的话就是说四级之后就是他的强势期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下路在对抗上网络TDG也不虚啊 不弱的 不弱的 小明家送上枪 然后中单的话 两边选择都不是特别热门的中单 一个是莫子 一个是五个天 清线方面的话五五开吧我觉得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五个天可能会快这么一点 是的 但关键是如果要是上下两线 在对抗上都是TDG这边优势的话 那TDG就一定要在线上打出来 你别线上优势你打不出来 等到了抱团期你就 你等到了要发育起来了 你上路就没优势了 中期的时候就不好打了 对 你被孙宾拉扯起来的话 你就算下路有优势 人家B战去跟你打竞相换线 你也没辙 感觉 感觉RW前面的话 反正就是别给机会 中期的话就 正龙强势期就来了 对 抗费出正龙的特性就够了 然后TDG的话 就是一定要在前期 把线上优势打出来 对 正龙线上优势打不出来 那你又是被动 他中期双向大家都知道吗 太疲乱了 对 让我们去期待一下双方的 第四局RW的赛点 我的名字 我是潇洒 我是杜杰 你上来 进野去看 一击就来了 一击就来了 先反小的 Buff的话也要拿 知道你要是一个前期弱势野 诶 没有反 有Buff 没事 因为这个夏侯敦 开局学的个2 他没有留人能力 二击能上去 打一枪 还是要反的 直接开局 反一个蓝 这个换线很灵性 这个换线把强势点 全部集中在这上半途 是的 反掉了 不知道刚刚子萱是留点的 还是说他 出门就学了个二击 他如果学一技能 还能稍微守一点 对 这波过来 喊小野 我 先看敌人接的位置 这里逼个伞 被虎Buff黏住了 这里能打射 下了个盾 中软枪也接了过来 就会回头给一炮 没有打到小野 这波二击霞得走了 得走了 得走了 是的 本来想靠着要的红Buff 黏死这个Moss 不知道他是被 这里 再继续逼个闪 不知道他是被草丛卡了 要视野还是干嘛 就是调前那一下没有A下去 对 差一刀 对 再加上野区还有减少15%的攻击方的伤害 没错 没错 还是救了一下九尾 这波是打了九尾的一个闪 而RW这边是 掉了双闪 对双闪 这聊都没了 凌人接是为了跟伤害 看一下九尾的墨子的名闻 带来两个胸罩 狩猎 梦魇和星眼 就比较常规了 对 他也没有带调和 出的是CD鞋 转回了中线 这开局广众TTG还是不错的 对 影响到了小叶 现在RW得想一下 这波篮局应该怎么守了 嗯 但是现在凯四级了 他开个大招给你拼成 武则廷也到四级了 就武则廷这一波看不定 如果打出来的话 也是比较致命的 是的 能不能和夏侯敦配合上 是的 最后三秒杀蓝buff 但这蓝准备放了吗 看小叶的位置 不然来了 不然小明也在这儿啊 这个时间点小明牵着一个肉凯 这太厉害了 凯奇街开大招 好像想别给了 是的 二级拉出去之后 一个成绩把他们反掉 守不住 我真守不住 这小明加肉凯 肉凯一个本来就很强了 还加了个小明 我以为他们要打一波控制呢 对 但是我看到小叶在红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不要给了 如果一开始这个buff能拉脱 拖到了小叶打完红过来 说不定有机会 buff就在拉脱的边缘 是的 没拉脱嘛 被TDG给接住了 是的 但可能也是看到他这边的话 因为效应也没闪嘛 分明治疗也还差一点嘛 对 也没有闪打了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下一波 下一波不弃有大了 就孙命有大了 在那个地形战上 还能够再占一点优势 是的 所以第二波就算了吧 看第三波能不能守 第三波我觉得应该是要守了 第三波如果还让TDG这么弹 往这个进来 那就有点过分了 那确实很过分了 啊 现在的话抢中 其实 两边也不太好出去抢了 TDG这边抢中的话 会比较没有压力 因为关羽现在随时能动 他现在子萱出来缓解压力了 卡了中左 让伍泽天先拿线圈 得烂一点经济了 再不烂经济的话 这个要 没法玩了 跟凯确实是 已经 现前因为已经差了500了嘛 对 就很难玩了 就TDG这一盘已经把 完全把那个 对性的优势给打出来了 对对 黄牌定道打一套 有散吗 话语有闪的 呃比较稳健 散吗 再来一颗雷 闪散吗 黄链子 哇 救了一波 忧郁了 武则天的这一个大 也拦截了一下 是的 那这个蓝也得给了 凡远直接推 下后交赛 转线走了 这波对阿道华来讲有点亏了 下路的话交了很多技能没杀掉 然后蓝区的话也没有参与防守 没错 又是一张黄牌 继续定道封销 凡远黄牌挺准的 刚刚好像是阿斗极限救了一波封销 给了个黄链的同时好像他A了一下 帮忙帮封销回了一口 回了一口 现在RWG得等中期的 小叶这个得 得隐身个五分钟吧 因为这个经济没有野区去的也干不了事了 小叶现在原地转边路了 对 他进野去了 红buff上给了敌人节 对 就去边路发热了 蓝区你要就给你吧 没办法 蓝区你要也给你 吃小叶能吃了就吃吧 是的 RWG等中期就行了 花云今天状态特别好啊 对 花云和小叶今天两个人状态都很好 而且今天小叶的英雄也是使用的四局比赛啊 目前为止全部都是切入型战刺 都是他之前所擅长的嘛 对 也没有用他们最近新练的那些体系 没错 他从上一场BO5开始就已经如此了 是的 还是 想了一下还是打自己的东西吧 打自己做擅长的 有些东西不是短期能够完全吸收的 要慢慢消化 对 我认为在一些领先的局可以尝试尝试 但是我认为在这种卡位赛的话还是算了 是的 你比如说到了你现在卡位成功卡来S的话 你下个阶段有五场BO5你可以试 对 为自己进入赛做准备 对 哦 这里一个沉默打三个一套 双枪 变秒了 已经打死了一血到手被小叶拿下 风啸阵争亡 病的沉默 骨折听的大招 对 打了波combo 加上药进去二技能挑一下 对 还没有注意风啸有没有进化 进化应该是好了或者说还差一点点 呃 待会可以看一下 先看这波 这里打一套三还是很高 但效果很露 两个琴牌 突然这波也开了大招啊 吃了黄牌也没事 就目前还没有看到小花的黄牌空过 对 我们看到的画面 对 群众 金牌发牌员 来看这波 来了 进化的话 好了 好了的进化是好了的 进化在 没交进化 没交 没有交这个进化 因为沉默加连控 是 加药的一套爆发 打掉了 冲销作为本赛季 刚来到KPL赛场上的新人啊 这个时间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毕竟是0比3大比分落后 我觉得越是到时候 这种时候越是考验他的时候了 嗯 这个时候一定要顶住压力啊 对 因为这一盘的话 后期大合肯定是他嘛 是他 而且还有明示影 但其实RW他们把这一套的体系也是花挥出来了 至少在现在来看中路也找到过机会了 前期小叶不是 对 前期小叶很崩对不对 很崩了 现在我认为对他来说也补回来了 现在野区已经可以拿了 对啊 好 这里又打一套 先把前拍打半戏 但TDG还想持续控这个蓝的 哦 这一炮 帮你过来的砍一刀 啊 这一波是闪现 把武则经的闪现给逼出来了 TD想要先把中路一把 给了关羽来了 关羽直动手 推一下再撤出去 中路防御塔可以直接推 所以像这两二技能挂到了 打出了子萱的闪现 那就可以稳稳拿野去了 哇 这一炮太关键了 一炮三翔 对 这波只为莫子打了个群控 还是不能太难 你看刚说完金牌花牌员 就空了 不用点名啊 对 这一炮确实很关键 就为这把莫子打出这种效果的话 会对于金牌大比赛这个阵容 这个孙病体系影响很大 我觉得这也是老盖选这个中单莫子 想要的效果吧 就因为他们TDG也没有特别稳定的开场手 对 就让莫子尝试用这种小的控制 跟他们的输出做衔接 嗯 防止孙病不断的用二技能去拉扯 主要这手莫子啊 就对九尾来讲 对于选 要选出他来的Love CD来讲的话 都有压力的 对是 大家因为都不看好中单莫子了 对 这里的话孙岸枪要直接掏出引论了 装备挺好的 对 小叶好像这场一个蓝buff都没进来 从头被控到尾 哈哈哈哈 一个蓝buff都没进来 就刚刚好不容易 对 有机会了 但是被中路被九尾一炮轰爆 直接给轰霉了 所有人的状态都被打下去了 是的 现在就是有前置的控制 加上孙岸枪的爆发 所以子萱的这个下后蹲要特别小心 他的经济全部都放了 放给了药 其实现在子萱的话有点卡不住的 对 他只有一个不祥在身上 哎 3800的经济跟明世影差不多 这就是逆风之后嘛 坦边的现状 对 打野都只能给 经济只能给打野 这个轻轻的位置有点刁砖 他从 一炮两个 他环牌定到了 环牌从后面杀了出来 这顶到后面 电阶级没有了二技能 再来一方又顶到了 关羽再走上去 顶一下 这边给他也救不了 这一顶一下 拿到了两个头 拿到了双杀 电阶级被砍死了 剩下上野没办法 外塔只能放了 可以看到阿拉伯侠正面 这个逆风了之后 完全顶不住 对 没有人能拦得住关羽了 现在 是的 但是我们说在逆风的情况之下 轻轻的关羽 总是能够帮队伍稳下一局 无论是在卡位赛 还是在当时的总决赛 是的 关键时刻 这波打得很果然 就看你准备有守这个二塔的想法 然后轻轻就直接做了一个绕后 跟正面的人嫌疏 嗯 但这波风销还是蛮危险的 他第一时间的翻滚吃到了塔上 又吃到了五天大招导致了 你看这波四周上像没画面的 对 就是因为他第一时间吃了塔上 吃了控制 差点被秒 但是这个关羽威慑力太足了 对 轻轻跟九尾两个人的combo打起来 他先过去踩一脚逼出了敌人杰的二 他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吃了莫子一炮 但是我总是有点担心风销 像刚刚那种情况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也给他一些冷静的时间 就是团队打赢了正面的团战 压力很小其实对他来讲 对 他现在没有什么压力 这把能切他的点小叶已经被限制的非常难受 对 但是这局比赛往后打风销是必不可少的 对 所以他现在能够利用这场上的几分钟的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 我觉得后续的话他已经换鞋车了 换鞋了 前面吃了陈墨加武则天大招是动不了的 他必须得交进化 后边这个进化我觉得他不能捏那么死了 很关键的时间节点 对 因为这个团战打起来 尤其是有武则天的阵容 他的团控副场是很夸张的 尤其是你这种明信跟四场枪会站得很近 对 容易就武则天会生两个大招出来 一不小心就踩到了旁边的大招上 没错 现在 其实现在的 现在RW这边的话 处理关羽和凯的话 有点实在处理不动 因为你盯不了 对 盯不住实在盯不住 刚刚子萱的夏侯敦已经在电后了 但是这个关羽根本就不看他 是的 直接越过他 中塔没人敢往前站 因为你们随管情战的话都要吃莫子一炮 要不然其实RW直接就直接开 直接考虑开团 如果不开团的话就相当于会被温水煮青蛙了 但是孙兵现在没大招 只有武则天有大 就看看也没一波配合 哎有了 上去 哎 首先手打了灭楼啊 握了九尾的墨子 这里关羽顶出来 坐下红蹲啊 直接收掉了青蛙 紧紧也倒了 再来个龟神拉回了下路的高地塔下 把兵线也清掉 但TDG还是可以拔一个边高 是的 因为下路还有一条龙 黄牌再定住 这里可以考虑追手 哎呦有一丝血 怎么能炸死 还好这是肉开啊 啊 刚刚那波 我刚刚看不气的大招 应该是刚好 他就直接到了 跟武则田加上敌人截 三连控 把莫子杰给控死 配合太好了 对 他们前面杀孙上江那波也是 孙变的沉默和武则田的大招接上了 转中 所以中路的一塔 这就是几年二大门下 刚刚我们说他们不好处理 但是他们只要背靠高地 有第六人 对 这一波开 这黄牌 在这上要的一套 控制爆发 因为关于抗塔太多了 对 导致了关于直接被击杀掉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TTG 在对手的高地 在二大门下的高地前背开 而且刚刚那个地形很好 对于二大门下的地形非常好 就是要可以冲出去 两段跟过去之后 两段龟神再回来又回到了高地 对对对 很安全 无伤嘛 现在对于二大门下说 如果说出去 没有人可以亲自关于的话 就不出去了 对 要不然就像这种证明找到 想冲一波落单的关于 如果说不找到关于的话 一个落后就结束了 对 TTG刚刚那种情况 能不出现还是不要出现 就是C位的站位嘛 对 因为他们还是需要让肉凯站在第一个 是 肉凯去一套集火 还不至于直接被秒 嗯 他身后还有一个阿豆的名声影在 名声影也出了个救赎嘛 实在不行给他开个救赎 对 但是脆皮就很容易直接没了 没错 金击杀是五千多 五千多这一波算龙得扛过去才能打 嗯 小花一伙应该还差个几百块钱也破晓了 他这把出的并不是法球流啊 不能出法球了 不能出法球了 就靠他和药了 对 小叶也是攻击流 他还补了双CD鞋 因为前面一直吃不到蓝buff 嗯 太缺CD了 逆风输出一定要拉满 要不然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伤害不够就很可惜了 是的 是的 TDG稳定拿双龙再压高地 这一波就很关键了 TDG这波双龙如果能够把残余的两座高地塔给破掉 那TDG这局比赛就大概率能够拿下来了 这里可以看到双安山 他是不出中施的 补了个三球 他还出了影刃 他前面那个暴击装做的是影刃 然后也没有做破晓 直接四星锤快速成形 五个汤琼保命 但他如果没有出中施的话 其实伤害还是会差一点的 他爆发不够啊 就平A的伤害频率会高一些 但是中施的话打的是翻滚之后那一枪的伤害 对 再来 这里一炮一枪 哇 打脆皮打谁都一样 是的 再来翻滚出来 这是小型的莫子跟手鱼的配合呀 对吧 对 明是你连着孙小香那一炮 不亚于守约那一局啊 你敌人前又不是法球流 只要A你一套该死还是死 我直接给大招 冠宇直接冲进去 把阵巾冲散 再顶一下 要一个龟城撤回来 再被冠宇又空了一下 直接急火带走 或者冠宇一个大招 再空一下 把下火堆也给击杀 孙小香拿到双杀 冠宇顶顶一下 把两个人全部顶在了水晶的红包 把这种龙宾运进去 TDG破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观众TDG 扳回一局 歇了一口气 这一局比赛可以说 前期啊 上野对于 尤其是在换线之后 射服走中 对于野区的掌控 把小叶这个点给他废掉了 然后紧接着中后期的几波团战里 轻轻的关羽 给到了后背还巨大的威胁 包括莫子的先手跟孙小香的配合 是的 打出了非常大的压制里 还有九尾中轮的一炮三响 是的 极其重要 对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加个评论棋 就是还是简单一点 简单粗暴的阵容嘛 对吧 不不不还是离开狂击 还是离开你最好的 不是有一说一 就其实TDG就是这把 就是我觉得凯冠宇这套体系呢 就相对来说简单 而且中轴来了一个莫子之后 其实名声也很简单 就一直可以打你也去 然后加个凯 对 挺好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需要 就是你要出节奏 你看团战其实开得很简单 就莫子炮中一下 关于打一个绕后卫 正面凯一压 感觉团战就结束了 还是说刚才 刚才狂人在那提 什么阵容比第三盘那个阵容更简单 我脑子里面就只剩一个光凯了 因为确实想不出来更粗暴的阵容了 因为就是能感觉到 就是前三把TDG 这个阵容需要你在局内有很多自己的判断 一旦你失去了 或者打不出来那样的效果之后 我觉得咱退一步 一旦狂人的支持影响你的判断 就选择关凯就好了 但有一说一啊 这确实没想到这个 就这局其实就对阿达达达这局的这个整体的局内是受限的原因是在于 就当TDG跟你在中轴去进行抱团的时候 我也是选择 直接在中轴跟你去进行打一个防反 他操作 就首先阿达达达到最后 他操作难度就比TDG的高了很多 而且TDG今天先不说他局内的就是选择的质量如何 但是打得很坚决你像在面对 RW相对来讲比较疲软的这套阵容来讲的话 还是有点优势的 不过也是前期下路的一个对线看的人很害怕 他阿斗刚走他风霄就差点死了 然后其实还是就是TDG现在我觉得想赢 他上半区一定要打好 然后你下半区我觉得不用那么急 就慢慢打 其实你打大团 我感觉团战的时候风霄打得也还挺好的 对 然后他这一把我也不知道 这是新型理解还是什么 就是他是没有出宗师之力 然后直接出的影刃 然后吸血刀 然后最后直接坐的苍穹换的复活甲 这可能是新型理解 不过最后一波也打出了 扣气色上枪的一个效果 然后直接就把敌人杰秒掉了 其实核心点还是之前我们说前三把 除了大桥那把可能前期拿到点小优势以外 就能上路的塔推的快 但是其实在场面上没有这么大明显的优势 那么这一局确实是TDG实打实在这局 这场大场当中拿到了一个前中系列很大的优势了 关羽下路那波风霄先中路二塔肉身开团 然后一个二技能把人留住了 然后关羽直接在下路二塔把人都留住了那一波 其实确实是打得简单直接点 对于他们的现代可能是一个比较获胜的方式吧 比较容易 这关还是赛军 下场咋整 下场因为TDG连续选边一直在选择红色方去做Counterweight 现在RW要转回来了 这个实际上是对TDG非常大的考验 这把TDG挺住了 今天应该要巅峰队决间 还有本军NVP给到了九尾莫子 这个莫子首先我觉得选择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也在想他最后一手要补一个什么英雄 但是对面的一个武则天已经出了 然后你要长手还有远程控制 莫子确实不错 其实最好的我觉得莫子真的很好 因为凯加关羽加明世尹 其实最少的就是前置控制 就是我能直接把团先开起来 莫子就是打团之前 莫名其妙要打一炮打到你人了 我这个时候正好可以给凯和关羽 一个切入的时间 你空那个一秒 关羽和凯就到你身上了 这个莫子拿得挺好的 对这把这个莫子我觉得选出来 算是整个这种挺好的一个选择吧 挺符合他这一套阵容 正好缺一个前置控制的阵容 其实这个前面 其实我还是想说提阵容的 他其实前中期不用这么去硬反这个蓝 其实会很脱凯的速率 如果这一波莫子不小心被杀掉了 其实这个蓝眼区就要掉了 后续莫子打的那一炮到两炮 其实是要进不了这个蓝区 反不了蓝区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莫子直接第一波死掉了 其实凯的蓝眼区会直接沦陷的 因为凯从对方蓝眼区退出来的时候 是一丝血的一个状态 其实前中期进野区 我希望TTG还是要多想一想 我觉得进那个蓝是蛮危险的一个动作 速率的一步 就刚才要之所以能够反扑 也是因为他们开的速率不够快 对 然后像这个地方 这一波就是风霄入身开团 然后关羽直接又从塔 然后把这一波硬把人留下来 打赢了一波 莫子这个英雄打到后期 满CD团战里面的连续控制太过于恐怖了 对 然后这一波就是 那个谁刚走 阿豆刚走 风霄就差点倒了 然后他还回头A了两下 他是不是第一时间还认为阿豆在的身后 这个可能是社府之间的一个交流 缺了点东西 然后这一波阿豆走 应该是想去打对面蓝眼区 然后风霄还想回头打 包括这一波 这波的一个前滚翻 这把自己翻死了 其实有一波是对面打得好 结果有一波在下面死了 其实是对面的那个 康普链打的是特别特别完美 直接把莫子秒掉了 下落高地那波 对对对 应该一会是有那波回放的 那波真的是怎么着都开不出来 也就是你是教练 你也不能说他暴毙了 我觉得他那个位置推高地之前 是要站在那个点上的 但是对面的那个抗木链 衔接的确实特别好 其实主要还是武则天这个大招 给到那个控制加敌人节的黄牌 你会发现你动弹不得 基本上我们看到团战的发起点 都是在于莫子的一个远程 打了一炮 然后把人位置一逼 关于何看就很舒服了 应该就这波 对这波你看这个莫子 直接被黄牌沉没 武则天大招 下要两段二秒掉了 确实动不了 对 这波差一点点 苏尚相也差一点点 如果苏尚相也死了 这一波可能RW就翻了 是 这波能把中塔推了 而且能把仙人带出去 要能收不少进 这种就是莫子的优势 莫名其妙打了一炮 然后你敌人节的二技能 在中路交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放不出来技能直接就辅掉了 这就平推局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还有没有更简单 我觉得刘邦蓝 我刚才在外面也跟朱恒老师有聊 就刘邦蓝 但下一场的话 TG八成是在蓝色方 那在蓝色方就没有 那就没有Counter位 因为你蓝色方是要出牌的 你出牌就没有所谓的Counter位 我觉得静可能是个比较保险的选择 但是其实静怕的打野很多 静打不过蓝 静也打不过药 对 它只是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一个牌 要不就是对面像这把 对面已经把孙秘用过了 你可以选择出一个孟奇 是 那还怕加罗 那只能这样 因为因为RW下场 它八成四会掉在红了 其实很多队伍现在都觉得 我这一套阵容 我的上野是可以打你的上野的 所以我就把孟奇出了 但是其实打大团 孟奇 加罗对孟奇的限制是特别恐怖的 因为你一定摸不到这个人 且我打你全部都是双倍伤害 而且你说白了 我觉得孟奇实际上 他在游戏的前中期是能对抗加罗的 加罗在前中期面对这种高双抗的英雄 是很头疼的 其实前中期是打不动的 对 但是问题在于TDG 他前面那几盘那个节奏 我感觉他如果加的很快会失误 他打不了那么快 这是最关键的 而且他也限制不了RW下 拿个加罗的发育 其实现在的问题很多 其实对于TDG来说 首先是因为下一局的选择权 选边权是在RW这边 那么大概率我们所分析 是红色方给小叶这个点 尽可能在BP上做一些先天的优势 而且最难做的就是 其实蓝色方他的BP应该是定下来的 一般应该就是火舞 二般就是大桥 然后对面班的应该就是阿黎和沈梦西 然后他一拿的东西其实很少 你觉得海悦加加罗的保镖阵容怎么样 我没用过 所以我只能觉得我不知道 但是重心就不是我们说的重心 是在上面去了 你在下落一直保 其实你觉得对于他们的现状来讲好吗 其实他下面打得凶与不凶 其实是拿捏不准的 零时你刚走两秒你差点死了 其实这对于他下半区来讲不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其实今天也能感受到一点 就是老盖其实给风销这条路 其实做出的一些阵容体系 保他的这个感觉其实是有的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整体阵容的一个调性 是需要你到上半途去做更多的事情的 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平衡点 只能在选手自己在局内 把握更多的这个机会和判断了 这非常的重要 其次就是其实现在对阿达比较来说 就首先目前这个比分 对于他们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 第二是其实从这个整体的 这个英雄的使用率上来讲 他在如果在红色方 是用他自己一二轮的那个思维 去帮小叶去做强自己的一个打野的 一个逻辑的话 是很符合阿达比较自己的风格 还有一个英雄破局 就是他们的露娜首约 这个确实用好的就是破局 对吧 TG露娜首约还没用 用好的就是破局 露娜反正就是对面 跟小叶的鸟去对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吧 真的你没有好选择 其实他要 其实现在他想赢 他要打到第七局 对 其实就是这种情况 他真的要选择性的 是不是可不可以把这个大桥放出来 因为他之前 对 他们的项羽 我觉得轻轻的项羽 是现在我见过整个联盟里 打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玩个项羽能打出到天下无双 其实他们每一局 基本上项羽打到的大桥的 效果都是很好的 是 他是不是要考虑 在某一些情况下 可以把这个大桥放出来 然后用项羽去打吗 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轻轻的项羽 确实玩得很好 但是对于RW 我觉得今天选凯就特别明确 我就打我好我自己的 对 他玩自己 我不是特别好的大桥阵容 我甚至就不拿了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 阿拉伯侠今天其实从前几局的 整体的BP的风格 就是稳扎稳打 打我自己最擅长的体系 当然 下一局TTG会做怎样的选择 BP到底会如何 最终结果究竟会如何 让我们时间交给吉若喜